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障房建设两环八设这些重点项目今年会有哪些进展呢 厦门旅游业启动旅游质量安全年活动 优化旅游市场环境 今天是2017年的2月16号 星期四 农历正月20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 全市经济增长点分析会议召开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嘉 主持会一并讲话 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围绕全市经济增长发展目标 通过抓项目 抓招商 抓落地 抓重点 抓干部的经济神 培育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增强发展后劲 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会上 全市各区自贸片区 火炬高新区 汇报今年经济发展的思路 理清各自家底和增长点 市发改委 经信局 商务局 金融办 分别就我是生根型 高成长型企业情况 工业企业运行和投资拉动情况 以及招生引资 上市后备企业情况做了汇报 2017年 我是工业投资项目431个 总投资4245亿元 其中 新开工项目62个 夏顺吕博增资扩产项目 营去科技创新产业园等21个项目 今年投资1亿元以上 续建项目212个 电气销子二期 联新集成电路 三安集成电路等45个项目 计划投资在1亿元以上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嘉在会上指出 各级各部门要做到 对企业情况心中有数 对经济增长点心中有底 对可采取的措施心中有谱 理清家底盘和存量 挖掘增量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促进2017年全市经济增长 裴金嘉强调 重点要抓好五方面工作 首先要抓项目 把经济增长点实实在在地 落在项目上 鼓励促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 尤其是上市公司积极增资扩产 全力推动再建项目 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要认真抓好工业企业 归下转归上工作 及时发现并督促达到规模 以上企业入库 对减产大户要进行原因分析 对由市场原因造成经营 出现下滑的企业 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做好协调服务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促进企业规模持续扩大 第二要抓招商 特别要抓好招商的前期工作 规划要分行业细化 设置好招商条件 整合好招商队伍 要节约集约使用土地 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工作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力促转型升级 第三要抓落地 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特别是重点项目涉及的 征地拆迁 水电资金等问题 要落实细化到具体的单位和领导 推动解决 推动项目尽快落地 第四要抓重点 积极扶持龙头企业 以及纳入增长点的企业 加快发展 各级各部门要优化简化行政审批环节 加大力度为企业降低成本 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 要下大力气做好统计工作 挖掘新增入统企业 确保应统尽统 第五要抓干部的精气神 激发干事创业的斗志 强化督察 在一线考核干部 锻炼干部 市长庄稼汉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 他指出 做好经济工作 各级各部门首先要做到 面上情况要摸准 企业情况要摸清 项目情况要摸透 第二 对策要精准 全是25家后备上市企业 相关部门要形成专门班子 提供保姆式服务 财政性资金扶持要精准 各级各部门在扶持企业项目中 要研究一套可行管用便利的办法 人才政策要分类 细化研究留住人才 统计要更精准 工业归上企业 服务业线下企业 要做到应统尽统 各区要深入研究 既要考核绝对数 也要考核相对数 第三 保障要有力 土地征拆等工作 要强下功夫解决到位 资金保障要到位 要摸准增长点 和项目落地的实际困难 相关部门主动对接保障工作 第四 招商要强化 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具体问题由专人负责 第五 干劲要鼓足 层层传导压力 狠抓责任落实 形成分为态势 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市领导陈秋雄 林文生 黄强 黄文辉 孟谦 张艺公 李辉月 韩景毅等参加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一年之际在渔春 今天的这场经济增长点分析会 不同于以往年中年末的经济形势分析会 在新年一史 全市各项工作的开局知识召开会议 理清家底 挖掘增量 为推动2017年全市经济健康稳步增长 做出重要部署 这正是市委市政府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年贺词中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动员令 以及习总书记在中央生改组 第32次会议上提出的 扑下身子 狠抓落实 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从今年1月看来 全市多项经济指标 稳中有增 一批批新项目大项目接踵而来 展现出了有力的发展后劲 会上 裴经家庄夏翰多次强调 抓经济增长不能泛泛而谈 各级各部门要敢于永挑中担 肯最硬的骨头 领导干部要亲自抓带头干 为项目落地清除障碍 只有扑下身子狠抓落实 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室的目标 才能尽早实现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市长庄家翰前往位于 祥安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调研 他讲调 示范区是厦门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 打造具有较强产业竞争力 和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在恒利盛态厦门石墨西公司 庄家翰走进展示厅实验室生产车间 仔细了解公司产能研发销售 以及石墨西产品的应用价格优势等情况 他叮嘱部门和企业 要瞄准全球产业链重点领域 技术链主流方向和价值链高端环节 加强产学研合作 推动石墨西等新技术产业化 尽快形成新的产业增长支柱 平板显示示我是最大千亿产业链 在天马威强力巨彩公司 庄家翰重点听取了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研发应用 以及项目规划建设投产情况介绍 他要求强化产业链上下游招商 加快实施一批扩链强链补链关键项目 吸引更多技术先进企业落户厦门 红信电子公司是厦门唯一一家货品 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企业 在该公司庄家翰十分关注公司 智能制造情况 他鼓励企业主动对标中国制造2025 加强新技术 新工艺 新产品研发 以信息化手段推动产业高端化 针对企业存在的资金人才等问题 庄家翰现场逐一研究 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抓住建设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良好机遇 在重大平台建设科技金融结合 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 人才团队引进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 先行先事 打造现代产业发展新高地 副市长李辉岳参加调研 本台记者报道 为了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加快服下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厦门片区建设 虎聚高新区将为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 发放创新券了 按照日前印发的厦门虎聚高新区 创新券实行办法 区内企业每次接受技术 金融 人才 中介等创新服务时 都可持火炬创新券使用凭证 抵扣最高达应付服务费用 35%的等额人民币 按照事情办法 工商税务关系归属于厦门火炬高新区 且上一年度工业产值低于4亿元的工业企业 或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低1亿元的 软件及信息服务类企业 或申报时注册未满一年的初创企业 都可以申领火炬创新券 和厦门市科创红包相比 火炬创新券政策的使用对象范围更广 普惠性更高 不过符合条件的企业 接受的技术 金融 人才 中介服务 必须是由经认定的服务机构提供 才可以使用创新券进行抵扣 据了解 火炬高新区财政每年将安排5000万元预算 用于兑付火炬创新券和相关奖励金 按照其上一年度的产值大小 发放1万元到20万元额度不等的创新券 对于工商税务关系都在火炬高新区内的服务机构 在其作为火炬创新券受理单位 兑现火炬创新券的同时 可以获得火炬创新券兑付额度20%的奖励 火炬创新券每年发布一期 有效期为当年的5月1号到次年的4月30号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二月份全省重大投资项目 月度协调视频会议召开 记者从厦门分会场了解到 今年我是有97个省重大在建项目 总投资达6159亿元 今年我是在建的省重大项目年度计划 投资达700亿元 比增11% 今年1月份完成投资59亿元 比增6.3% 此外今年1到2月 我是固定资产投资 初步摸底为276亿元 比去年同期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 237.3亿元 预计增长16.3% 位居全省前列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强 在厦门分会场强调 重大重点项目 事关经济持续增长 事关城市发展厚劲 务必抓早抓细抓实 各级各部门要多错并举 既要自下而上 积极寻找更多好项目大项目 要自上而下 对接落实好 省理关于工程包的部署安排 全力推进项目的落地和建设 本台记者报道 而在全市的重点项目方面 记者今天从事建设局是重点半了解到 今年我是重点项目建设 抓紧抓早持续快速推进 1月份完成投资87.9亿元 完成叙实进度计划的138% 实现开门红 今年我是将新开工57个重点项目 其中民生类项目比重显著增加 将加大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建设力度 今年一批产业项目和交通项目还将建成 在加快产业转型和路网完善上发挥作用 按照不停工早复工的部署 春节期间 我是有25个重点项目坚持施工 大部分项目则在节后陆续复工 保持了重点项目持续快速推进的态势 数据显示 1月全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7.9亿元 完成叙实进度计划 63.5亿元的138% 超24.4亿元 为实现第一季度开门口目标 奠定了坚持基础 15号前市再建225个重点项目 前面复工 本来我们计划是到今年这个月的月底 但是实际上是提前了半个月 今年我是将确保完成57个重点项目的开工目标 1月就有10个项目已开工 比计划超出3个 57个项目中民生项目18个 加上再建续建项目30个 社会事业类民生项目总数达到了48个 总投资305亿元 比去年增加9亿元 其中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 尤其引人瞩目 今年我是将新开工 阳塘居住区三期4000套保障房 新阳居住区二期约6900套保障房 以及官选公寓4400套公租房建设 新阳的一期今年是主体房顶 进入这个前面的这个装修 包括市政的配套 争取在18年这个交互使用 那二期规模更大 将近这个7000套 要在今年上半年要开工 那三期现在呢 也抓紧在筹划 争取在年底 或明年初能够开工 历促续建再建项目 早日建成投产使用 也是今年重点项目建设 突出的工作 今年我是计划完成 77个重点项目竣工目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天马威二期 第六代多金规生产线 等重大民生产业项目将投产 轨道交通一号线 集贯路 同级路等快速路 国道324副线全线 也将建成通车 两环八设快速路的外环将形成 这一些大的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以后 对整个厦门交通环境的改善 打造半小时的交通经济前 这个是发挥极大的作用 本台记得报道 为了全面提高 我是电网抵御台风等 自然灾害的能力 保证供电可靠性 一段时间来 我是多条主干道 都在进行高压线路入地改造 记得今天从国网厦门 供电公司了解到 今上路高压线路入地改造 已经接近尾声 预计本月28号就可以全部完成 上午9点多 在今上路狐狸法院附近路段 电力施工人员正在对 电力环网柜进行安装调试 为下一步的转接送电 进行前期准备 施工人员介绍 今上路高压线路入地改造范围 从方中路至连前西路路口 大约涉及90多座10千幅高压塔 和12公里电力架空线路 线缆入地后 沿线高压铁塔和架空线路将拆除 改为通过地下线缆和地面环网柜 对周边用户送电 电力部门介绍 为减少对周边居民用电影响 他们将分段分区域进行施工改结作业 最大程度减少停电次数和时间 高压线路入地改造完成后 不仅将大大美化城市道路景观 更重要的是 将增强电网抵御强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大大提高电网的可靠性 染化完了以后 整个台方天气的供电能力就提高了 保证基于正常安全用电 记者于小飞周神路通讯员许汉胜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从今天起 厦门市旅游局在全市旅游行业开展 2017旅游质量安全年活动 请倩倩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市旅游局将今年定为旅游质量安全年 通过整治旅游市场不良行为 建立旅游信用网 加强旅游安全管理等措施 推动全市旅游业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旅游市场 为京城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今年 我是旅游行业将在服务质量提升 旅游安全管理市场环境优化三大方面 重点加以改进 在服务质量提升上 我是将做好旅游饭店供电供水供器 以及通讯安保和后储等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 积极开展文明旅行社 文明饭店 文明景区和文明导游的创建活动 为了迎接厦门会晤的到来 旅游行业还将开展系列专题培训 包括组织开展旅游服务人员 接待礼仪服务规范 外语水平烹饪技术 和旅游饭店职业庄创意设计等系列培训 在旅游安全管理上 将全面加强反恐防范 旅游用车 消防安全 食品卫生 设施设备 旅游节庆和出境旅游等安全管理 夯实旅游安全工作基础 另外 在市场环境优化上 将以规范旅游企业经营为根本 从旅游行业自身做起 杜绝违规违法行为 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打造厦门旅游服务品牌 树立厦门旅游城市的良好形象 我们从去年开始有建立一个 旅游市场舆情的监控平台 就是通过一种高科技的手段 对厦门旅游市场有一些 这个舆情的反应的问题 进行来监控 通过旅游会长领导小丑 办公室这个平台 对市场的一些不良的情况进行整治 抓早抓小防范多见 建立旅游的信用网 通过网上进行公式 企业的不诚心的表现 促使企业按照规范去经营 记者方方 庄冠俊报道 昨天福建自贸实验区 厦门片区的一家企业 与一家上海企业签订了一笔 目前国内采购额最大的 进口酒水业务 预计三年内 这项目的采购总金额 将超过38亿元人民币 这项目的落地 也显示了厦门自贸片区 在国内酒类进口领域的 优势和重要地位 据了解 这份进口酒水采购合同 期限为三年 双方约定 在三年的时间里 采购总额最低 将不少于38亿元人民币 而双方预计 这一项目的最终采购总额 将达到200亿元人民币 这也成为目前国内 酒类采购额最大的合作项目 目前 前期的20亿元采购资金 已经到位 这个20亿元采购资金 配合全球采购的这种供应链创新 以及加快它的这个流速 那完全可以改变到 我们国内进口酒水的这种格局 记者了解到 厦门自贸片区 已经成为国内酒类进口的重点区域 目前 厦门口岸 啤酒 红酒 白兰地进口量 分别占到了全国的 26% 8%和8% 其中 2016年 海仓口岸 通过检验的进口啤酒 就达到了1.34亿升 连续第二年位居全国首位 如此大规模的进口量 离不开自贸区成立以来 不断优化的创新政策 厦门海关 厦门检验检疫局 通过提升信息化监管 和流程优化等举措 推动进口酒 快速验放 有的企业 更是将境外的库存 潜移到了 保税区内的仓库里 国内的买家 在保税区内 就可以直接 与国外的酒庄 进行交易 在这些政策的吸引下 不少国内大型的 酒类进口企业 纷纷把厦门 作为主要进口口岸 依托于我们 这个自贸区的 这个创新政策 实现这个 对国内市场的 就是属于 可以叫做 一天之内的反应 也就是说 国内市场的 这个发生任何变化 那它对 对酒水类的采购 这个决策 发生任何的 这种变化 我们都可以 在一天之内响应 目前像海关 国捡赋予的 这种分送集报 这种分段担保 这些政策 让这些酒商 这些 包括进口商品 都照我们 这个自贸区 我们这个海昌口岸 来集聚 促进了 这个产业的 这个迅速的 这个发展 记者消新 黄超报道 为了推动 肿瘤学科建设 进一步提升 我是肿瘤诊疗 国际化水平 今天上午 牛津大学医学院 肿瘤中心 协作医院 在夏美大学 附属第一院 接牌 现场 第一医院 和牛津大学医学院 肿瘤中心 签署合作协议 随后 牛津大学医学院 肿瘤中心 协作医院接牌 根据协议内容 第一医院 将在肿瘤临床技术 人才输送培养 学术交流 以及管理流程等方面 与牛津大学医学院 肿瘤中心 展开全方位合作 同时 双方还将 共同参与 多学科联合诊治 借助新技术 和监测方法 共同推动 肺癌 节肢肠癌 鼻咽癌 等多个肿瘤病种的 早期筛查 这也就意味着 未来 厦门的肿瘤患者 将能够得到更多 国际化肿瘤 诊疗技术支持 我们希望 可以与我们 在厦门 教育 教育 和研究 我们希望 能够赢得 中国在这个大城市 因为我完全确定 我们会学习 我们可以 去做实验 做我们的课题 我们也可以 这个将我们的 临床医生 送去培训 培训 让他们 这个掌握的 这个世界 最前沿 最先进的 一种的 诊疗的模式 我们是 我们的临床 也能够提高 本台记者报道 节目最后 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根据国家统计局 厦门调查队 发布的数据 1月份 厦门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指数CPI 同比上涨2.4% 环比上涨0.5% 其中 服务价格指数 上涨2.7% 工业品价格指数 上涨2.0% 消费品价格指数 上涨2.2% 八大类消费价格 同比都有所上涨 除居住类 上涨1.3%外 其余七大类 上涨都超过2% 其中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类 涨幅最大 达9.1% 其次是 教育文化和娱乐类 上涨3% 新年一史 中欧厦门班列 运载货量 便取得开门红 厦门海关 统计数据显示 该班列1月 共发运6列 282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 56倍 货值1.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倍 今年全年 中欧厦门班列 计划发运90列 4000标箱 预计货值将突破40亿元 近日 湖里区金山街道 推进社区治理单元 下沉小区试点工作 据了解 金山街道 把治理空间 从社区 进一步下沉 到居民小区的乡邻标 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提供切实有效的平台 在试点小区 达家心源 接政办干部 和社区两位成员 常态化下沉到小区 服务好居民生活的 最后100米 并推动开展 文明创建 立面改造 居民服务等志愿活动 感谢收看今天的 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也可以关注 厦门广电的官方 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